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酥脆的口感 像我们的千层饼皮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有市找了很多家 市找了五六家的饼皮 然后最后才决定说用千层饼皮下去制作 因为它口感酥脆 而且它吃起来就是跟外面一样 它比较有层次感 吃起来有层次感 但是我们比较建议说是内用 这样子 因为现在外带就是超时 对 它相较制作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都是采用LINE点餐的这样子方式 比较不用等那么久 太多人的话 人家也会怕这样子 就是不敢群聚这样子 然后我们面的话 我们辣椒与蒜头 是自己炒的 下去特制的 还有肉酱 然后面的话 就是采用极佳的油面 这样下去制作 它的比较Q弹 对 就比较不一样 当初原本是做团上的 为了跟小孩有更多的互动时间 所以决定跟太太在这边开一间早餐店 开早餐店 因为可以就是跟太太一起做 还有父母也都可以一起过来工作这样子 让他们不会有那么多压力 对 一方面也是有想到说陪伴父母这样子 比较有长的时间可以陪伴父母 还有小孩子 因为开早餐店 它是从大概四点多就开始开了 我们开到中午 然后比较有下午时间 比较有空闲的时间 去陪伴那些小孩 跟他们做互动活动什么的 像之前我做团餐的话 就是早上做到晚上 比较没有跟家里相处的时间 比较没有那么长 才决定说来做早餐店这部分 因为它是属于早上的时间 下午比较有空闲 因为本身是做吃的 加上 因为想要陪小孩 所以决定开早餐店 然后就去试吃各间的早餐店 试吃他们的口味 然后自己回来再做改良 刚开始试的话 像我们的茶就是自己调的 刚开始试就是试很多种茶 吃到最后就是这种蜜香奶茶最适合 每天都试得很撐这样 蜜香茶包 还有加上一些花果香的茶包 下去特制而成的 因为这边附近属于老年人居多 他们都比较不和甜的 所以我们的奶茶比其他早餐店的比较不甜一点 因为这边 看这边附近的早餐店也还没有说很多间 所以就选择在这边 还有离家里也近 小孩学校也蛮近的 所以才决定在这边住一间开早餐店 因为附近都是学校 所以小朋友居多 像老年人也会 因为附近蛮多住宅的老年人一些也都是会经过这边 路过的也会 因为这边是属于主要干到就是上班上下班的道路 看到的人会比较多 我们从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开 又遇到刚好就是有疫情这样子 疫情刚好爆发 所以我们从开店到现在都是采用外带的方式 我们有LINE点餐 可以提供了你们在家里点餐 到场取餐就可以了 不用人与人在那边相集 因为有亲戚他也是做早餐店的 所以他会提供我们一些方案 看怎么去吸引客群什么怎样的 所以我们才来决定说 做做看早餐店这样子 才会夫妻一起下来做这样 未来的话规划的话是希望生意当然是越来越好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对不对 当然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然后生意越来越好 这样可以开连锁等等的 大家好我是初始的老板 欢迎各位来这边用餐 谢谢 我们其实之前都住在一个很小的套房里面 但是我们一直很努力 想要赶快赚到钱拥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钱买 却买贵了 其实四个月前 才成交了一千万的房子 转手给我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千五百万 才短短四个月还就贵了五百万 你知道那是我们几年的薪水吗 买卖房子不想被骗 请指明实价登录完整揭入到门牌的仿咒 永庆房屋宣示 为提供买方前一手成交价格 买贵保证最高退三百万 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 订阅好房网YouTube频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